台北市民在交通满意度调查中 最重视关心的交通问题 即是上下午交通兼封塞车问题 因此台北市交通局 推出交通瓶颈改善计划 判透过公司合作 以用路人视角改善台北市交通状况 那本次这个计划主要是要扩大 这个公民的参与 让这个用路人 因为他是实际的使用道路的人 他有一些 他实际每天的一些经验和建议 那直接透过他们的参与 可以公司合作来研究 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短期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我们鼓励民众参与 所以我们这次也有所谓的奖金 希望民众能够提供好的点子 然后大家讨论完可以施作 然后动脑筋拿奖金 就是说民众他针对他知道的 这些瓶颈入口 他有一些改善的构想 那这些构想他把它具体化 书面化以后 跟我们的交通大队这边 等于是交通大队是一个受理的窗口 那交通大队这边会初步去判断 民众这个提案是不是具体的 有些可能他是比较 比较广度比较宽的那种 我们大概就会比较 不需要再做一个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果很具体 就是说这个入口 我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那交通大队这边也会是需要 去跟他做讨论 跟这个提案的民众做讨论 然后就会回到这个小组 去做方案评估是不是可行 那如果说我们初步判断是可行 专案小组就直接跟民众 用一个会看的方式去现场 去确定这个方案如何的执行 改善方案的细节是什么 然后呢机关就会直接去派工 例如说这个是交通大队的部分 交通大队就会直接去派工 那后续做完之后 就会去评估他的一个改善的绩效 那专案小组会给他一个评分 这个评分就依照前面所提的 这个评分的分数的高低 就会跟他的奖金有关联 交通瓶颈的改善呢 其实都有一个机制在 一直在运作 就刚刚前面那个交通流畅小组那部分 那我们这次比较不同的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全民参与的方式 跟政府一起来合作双管齐下 看是不是能找到一些 也许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这个交通庸赛的一些地点 或者是一些方式 改善方案 所以我们这不同就是 全民参与的这部分把它加进来 平常本来就有民众在建议 那可能都是比较宁心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哪里要禁止停车 哪里要做什么单行道之类的 那我们这次是把它弄一个专案处理 是希望而且有奖金 所以我们是要求的就是 要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意见 要非常具体 那我们后面就有一些步骤 会堪 那若可行我们去做 做了有成效 我们会给他一个回馈一个奖金 成任交通大队长的市政顾问何国荣 也分享多年前在小黄司机建议下 改善北市交通瓶颈的成功案例 其实用户人里面 最了解的是机械车时机 第二是我们益交 我们有的益交 有的益交同时同一个路口 扶勤十年都在同一个路口 同一个时间 他当然了解这个问题所在 那但为什么这些问题 都没有办法来展现出来 让他能够有改善的效果 因为一般来讲这些有意见的人 送到主管机关系 在执办单位那边 大概就处理掉了 第二个 就是想处理 要按行政程序来处理 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他们没有去 真正去协调沟通的管道 所以他很多好的想法就显现不出来 延山 延山隧道是台北市北区最大的交通瓶颈 大概堵塞了十年都没办法解决 因为上午从天母 士林进四期的车子 跟大阵内湖 北岸路的车子 在延山隧道口交织 然后在昏流 有的走新的北区高架桥 有的走双山北路平面道 他跟我建议什么 他说叫我吧 这个叫新的北区高架桥 这个叫兵将先下波口 他要我说 大家讲 你上午接通把兵将接下波口封掉 才能改善延山隧道交通 这个回管常理 因为我毕业 我经常毕业就在延山隧道下面的交通分队 当分队长 我看着延山这个交通已经看了几十年了 车子只要上了新的北区高架桥 没有一个下波口会塞车的 不管说兵将也好 长春也好 长安也好 金山也好 那都一路顺畅 你怎么叫我封住路 我干什么 他意义进行一份之后 他只给我点破一点 我就懂了 我们警察每天都扶寝 都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车流下来 他经过延山隧道之后 进入新北区高架桥往南走 第一个下波口就是冰江的下波口 因为他下来之后要左转 左转之后 冰江街之后 建国南路南下有个路口 建国高架桥有个路口 他只要进入那个路口 上建国高架桥 他往东往南就一路顺畅 说他宁可堵延山隧道这段小时间 一段时间其他路段 他是畅行无阻 一个既然这一个小小爱情 这么多警察这么多公务人 每天在那边 看着他堵车堵了十年 都没有找出问题出来 就是你看 所以说我们很多用户的 特别是他有很多想法 一以精神命中的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建议 改善了延山交通二十多人 做整个案子 我交通道只花了六万四千块 就把整个案子推动成功了 然后我一公布延山改善做过之后 马上有一个机认车修 又跑来办公室找我 他说来 大家长 要解决水源高架大的塞车 知道水源路口问题 把这个 因为 知道水源路口 这个快速道下来之后 跟慢车道有个快卖分隔带 对不对 所以说跟我们平面道的车 跟快速道的车流嘛 他就好说把打开一个车窃口 让右转车提前进入平面道 那这两个车道都可以给左转车走了 这路口就松了嘛 这东西就通了嘛 我们平面道多增加容量 昨晚车也增加容量 所以说 新建的车流像台北市水源就输血了 这个措施到现在还在用 二十几年了还在用 没有这个措施 没有这个天使去提供这个意见 这个意见他一提出来 我就来我们的机器检查看一下 我认为 对 我有效 当天晚上 我就请我们养工处的拆除队 这个 这个路口 拆除打开 第二天就可以执行 交通瓶颈改善计划 即日起到8月12号指 民众需书面资料 具体提出拥塞状况 以及改善方案 专案小组会释方案改善绩效予以评分 并颁发奖金及奖状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